出品 棱镜 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职务近一个月后 失联多日的海中证券原副总经理江成军的照片 出现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 身着粉色泼露衫的江成军双手背靠 面无表情地被两位警察带下飞机闲踢 至此行业盛传的江成军被查一事已确凿无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8月28日发布的官方消息称 因涉嫌严重职务犯罪 江成军于2024年7月外逃 2024年8月上海市纪委监委对其立案审查调查 这则消息明确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和公安部等部门协助下 经上海市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江成军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 江成军此前长期是海通证券投行条线的核心人物 在被嫌犯消息失出之前 市场已经盛传海通证券已暂停投行离职审批 海通证券方面则回应称 对相关传闻暂不了解 目前公司投行部门的工作正常进行 并强调如有需披露事项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此前的7月31日海通证券曾发布公告 副总经理江成军辞职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与此前海通证券发布的高管辞职公告不同 这份公告言辞简单 没有以往惯常的对离任高管的大篇幅致敬内容 7月18日江成军还在海通证券举办的连接文化作品展上致辞 称连接从业是证券行业中一项至关重要的职业道德要求 2023年才晋升为副总经理 2023年受境外实体海通国际0665HK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 在港股的退市等因素的影响 海通证券净利润不亏3.11亿元 2021年海通证券净利润还高达137亿元 扣非规模净利润依然有124亿元 两年之间百亿级的利润降幅 伴随着业绩风暴 2023年海通证券员副总经理任鹏 原总经理助理林勇 原首席风险官李建国 原副总经理兼合规总监李海超先后离任 与此同时多位老海通获得了提拔 三位老将继生为分管核心业务的副总经理 除原总经理助理原董事会秘书江成军外 还有原总经理助理潘光涛和卸任财务总监张信军 三人在海通证券具有20年以上的工作时间 分别成长自投行自营财务条件 江成军在2000年8月就已经担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江成军的董事会秘书职位 由卸任的副总经理裴长江接任 4月12日的这场业绩说明会正是由裴长江主持 裴长江1965年出生 2003年就以仁华保兴业基金首任总经理 是初代公募基金负责人 此次与江成军对调是为一正三负让出了一期 这些人的薪酬都在百万级别 江成军197.74万元 另有地研薪酬140.27万元 潘光涛197.26万元 并有地研薪酬126.15万元 张信军185.51万元 并有地研薪酬126.52万元 IPO业务风险偏好相对较高 监管曾点名江成军 投行业务是海同证券的优势领域 特别是IPO业务 2023年成绩不错 就募资金额排名 2023年海同证券A股 IPO承销22加 累计规模466.15亿元 全市场排名第二 科创版IPO的优势更突出 2023年海同证券完成的22加A股IPO中 有10加是在科创版上市的 募资总额379.70亿元 全市场排名第一 但其业务优势的另一个侧面 是海同证券在的投行业务领域 相对较高的风险偏好 敢为敢作 这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和更多的项目 但也多次触及了监管红线 己上交所 就在2023年6月 2024年1月 两次针对海同证券 发布监管函 2023年6月的监管函件明确提出 海同证券的汇墙新财 民风医疗 致争股份三个项目 保健核查工作 屡职尽责不到位 2024年1月的监管函 更是直接点名海同证券投行 核心人物江成军 及海同证券内核 制控两位负责人 不仅给予上述三位人员监管警示 还明确要求海同证券主要负责人 携带有效身份证 见到本所接受监管谈话 特别是827新政后 阶段性收紧 IPO节奏成为主流 2024年 投行降费的讨论 更是甚嚣沉上 证监会换帅后 长崖带刺大环境 也在持续调整着 这家以投行业务 而著称的护上老牌券商 此次 随着投行核心人物江成军的落马 海同证券 或将迎来一次新涅槃